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八痴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恥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好 今晚讲的课题 就是讲我们佛门的礼仪 其实佛门的礼仪有很多 因为我们无论是已经学佛的人 或者是未学佛的人 很多时候去到寺院里面 是有我们一些规矩 所以我会有六堂 讲一些礼仪 但今晚有些图片给大家认识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初初进入佛门 你们有没有人 可能是从来未去过一些寺院的举手 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去过 因为香港的寺院 可能那个格式 安排布置 和中国的丛林的寺院 是有些分别的 因为香港的地方小 就算你去到寶莲寺 都是在香港来说 比较大的寺院 我这一堂课 我这一堂课 就会解释给大家听 所以我就有一些图片 给大家认识 可能大家 以前去过的寺院 也看过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但这一堂课 就希望 给大家深入些 认识知道更多 所以我就会用 PowerPoint 给大家看 第一幅图 这个就是 一般的寺院 有一个门 但是这幅图 其实我在池山寺拍的 可能大家去到池山寺 都会认识 那就是 它两边 它的中楼、鼓楼 中间 就是那个天王点 但是 有些寺院的格局 就不是这样的 我会逐部份 给大家看一些相片 那我们 学佛 就是 有这个 叫做 学佛的行义 我们一般人都会认识 各家有各家的法例 家有家的法例 家有家的法例 所以 学佛也有 学佛一定的 威仪和规矩 所以说 行义 什么叫行义呢? 行义 就是说 我们的威仪 就是说 我们行为的诡则 或者我们历行的礼仪 的作法 那 学佛行义 就是说 叫我们 令到我们 可以走向 这个菩提的道路 不要理会其中 在这个行义里面 有它的规章 或者它们的一定的法质 那这些呢 其实呢 都是保护我们 引导我们 什么叫做 律己 敬人 这些都是一种行为的规范 亦都是发挥这个人性 和培养我们人格的一个展现 在这个社会生活里面 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 而形成了很多行为的准则 这个道德的规范 和各种的礼仪 所以我们就叫做礼仪 这个学佛行义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佛弟子 是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那个很基本 我们应该要具备的礼仪 和威仪 礼仪和威仪是有不同的 礼仪呢 就是给人的感觉到 这个人呢 代人处事 出言吐语 这个态度谦和 给人感觉到这个人 是很平易近人的 那威仪呢 就是说 给人感觉到 他端庄 和很稳重 给人感觉到他一种 气定神限 空有成竹 信心坚定 无据无为 令到别人 不会觉得他有轻浮 如果我们代人处事 有分传 我们懂得互相尊重别人 人家自然会亲近我们 如果你对人家随便 或者会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不太好 所以在瑜伽里面 有一句说话 他说 诚于忠 凝于爱 我们有良好的礼仪 和气质 是象征了我们 每一个人的咸样 我们能够给人家 留下一种很良好的印象 所以在佛法里面 有说 非常之注重的就是 三千威仪 百万世行 这些都是我们修行人 应该要走的一步 还有在佛教里面 有一首 他说 举佛音声万水流 仲经行道 硬行游 合掌当空如榜水 立身顶上似安游 就是说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有一些动作 例如我们开门 吃饭 或者我们坐这张椅子 我们是很小声 和很小心 动作是比较轻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这个 是令我们可以灌照我们的自心 就是说 在每一个动作里面 每一个行为里面 我们都是很专注 而且令我们的心 可以比较静的 这件事 就能够收拾我们的心念 这种是属于子观的修持 在佛门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个子观的修持 就是令我们提升我们的心念素质 能够体会到修行 不是离开我们日常的生活 在这个日常的生活里面 也就是我们的修行 在后面的有一堂里面 我会将这四句解释 详细地解释给大家 在六祖坛经里面 我想大家都会听过 六祖大师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恰如求吐觉 就是说 佛法在世间里面 不是离开世间 我们修行佛法 是完全在这个世间里面修行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间 另外去求出世的奸法 那这个是不对的 就好像什么呢 就是说 一只白兔子 它是没有角的 它只不过是有两只耳朵 那你说 找白兔子的角 是没有可能的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世间里面修行 我们不需要离开这个世间去寻求这个觉悟 我们是在这个世间里面去寻求的 佛法不是神秘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待人接物 我们能够要平静的心 所以我们学法第一步 首先 我们从行菩萨道开始 因为行菩萨道的人 他是怎么去行呢 就是说 他会将自己降低一级 以一个谦虚 恭敬而太端庄 他是对人 是与尊重 和敬重 这个就是菩萨的修行者 因为我们对任何人 都当菩萨一样的看待 对于这个出家的法师 他们也是出自以内心的一种敬礼 所以他能够信佛、学佛、敬重这个僧人 所以我们第一步的开始 我们就要从菩萨道开始 在《中庸》里面有说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这就证明了 我们中国古代也很重视这个礼仪 礼仪是对人的 我们的威仪是我们自律的 这 Áa 提升了要我们人的品质 我们要由外到内 由内 而行于爱 所以我们内外也要合一 在耐方面 形容有两种礼仪 在耐方面 patmit 心仪 心就是我们心脏的心 爱就是心仪 就是我们身体的心 什么是心仪呢? 心仪是我们的心态 要用我们现代语来说 它有几点的 第一点就是 我们以惭愧的心来看自己 以这个慈悲的心去对待别人 我们对人 无论我们要对任何人 我们都需要有谦虚、有礼貌 不和别人对立 有感恩的人的心 和不同人对立 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事的 不单止是障碍了我们自己 还障碍了别人 我们应该时辞 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设想 我们希望别人的观念 性格改变 其实首先不是改变别人 而是改变自己 只要我们的心念转变了 对方便会成就我们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专上谦下 就是我们要当成 每一个人都好像菩萨一样 就是把自己降低了 每一个人都会有财能、观念、智能 是有不同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取长保短 互相合作 我们相信自己不足够的东西 需要彼此之间互为助缘 这样才能够尊重自己 亦能够尊重别人 第三种 我们自己 不要常常觉得自己很厉害 执持自己的意见 如果我们时常都这样去做 把我们自己觉得非常大 非常有力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离开了佛陀的本来 佛的心是无我 我们要学佛陀的慈悲和智慧 我们有慈悲就没有敌人 如果我们有智慧 我们就不会起烦恼 第四点就是说 我们不批评、不计较 我们互相去关怀 互相帮助 我们要知恩、报恩 我们要利人 其实我们利人等于利益自己 我们尽心尽力 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第一步 我们不争人我之间的多少 第五点就是说 我们不要谈论是非 不要乱传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要言 我们应该要利用很多的时间 去学佛修行 维护这个道场 其实我们不应该对道场之间的人我是非 团体的事 过去的事 做这些言谈 或者家里的人 家里的事 是没有关系的事 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儿谈论 我们时时都要有 这个心都要有这个发起 我们时时都不离开这个佛法 还有如果有时 大家都会在道场之间接触的时候 或者会说一些家庭的困难 或者事业的困难 或者心理上的矛盾 或者身体方面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可以帮忙 关怀他们 用佛法来鼓励他们 和安慰他们 但是最好不要涉及 关于法律 政治 金钱 这些各方面的事情 这些关怀他们 讲佛法给他们 其实都是我们 种福田的 我们做事不似劳苦 不怕别人埋怨我们 而是我们用这个修行的心态 去帮助别人 第六点 就是我们要把佛法的理念 告诉别人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因为很多人发心 可能在一些寺院里 觉得要帮师傅的道场 或者是要帮他们建置院 或者是帮他们筹备一些东西 需要在金钱上的帮忙 我们千万是你的法心 但是一个初学佛的人 你讲一大堆这些 叫他们捐钱 各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是用佛法去道法他们 讲一些因果的观念给他们听 或者一些佛法的文章 或者一些句语 去鼓励他们学佛 他们才能得到这个益处 所以管人有说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这个就是站在正义和仁义方面来说 他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 违背了这个道义和仁义的人 他会被人孤立 我们能够将佛法的原则 掌握住在这个就是得道 我们能够提升人的品质 建立了这个人间的正土 和布施给人有他的福报 我们行善的人也得到这个快乐 第二点就是说身仪 身仪就是指我们的仪容 就是说我们要学观世音菩萨的 慈爱、长和 首先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从我们的面部开始学习 我们的眼睛、面部 其实人的眼睛很雪亮 当你一个人以一个 好像菩萨的慈悲心 你会感觉这个人的眼睛 有一个磁力的吸涉 当你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你的眼睛会表现很凶恶 因为在我们的面部里面 会表现很多不同的神态 所以如果我们要学菩萨的慈爱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面部放松 我们略略带了一些微笑的笑容 同时我们的心就在观赏 每一个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们看到每一个人 当成观世音菩萨一样 我们的心里面就没有烦恼 还有我们平时的仪容方面 我们的衣着 我们要简单和薄素 还有整齐 还有这样给人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言语方面 在言语方面 我们要用一个柔软的语言 一个亲切的语言 一个慈爱的软言 一个全面他人的软言 这样给人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像菩萨一样一样 用一个柔软的感觉 柔软的感觉 柔软的语言去对待别人 还有我们要有耐心去接近别人 因为有耐心去接近别人的时候 听他说话 人呢 每个人都是 无论你跟别人交谈也好 跟别人说法也好 你会看着个人 当时大家接触的时候交谈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说他身体有病的时候 我们是跟他说 你慢慢去调理你的身体 做一些运动 你身体就慢慢好 如果你有严重的病的时候 你就去看医生 那别人听了之后会很舒服 但我们千万明白佛法来说 我们有病其实也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说有时是我们不注意身体 可能我们会懒惰有病 但有些病也会医不到 其实可能是我们宿生做了一些业力 在个因果上 我们要受这个病的痛苦 病的业 但是你一下子跟他说 他可能不接受 是不是 那我们就跟他说 不是啊 你看看医生慢慢 或者你念一下观赏菩萨的圣号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观赏菩萨是大慈大悲 够苦够难 他听了之后 他会觉得很舒服 他慢慢会去做 然后他慢慢去接触 可能会有消除了一些业力 都不顶的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了他人 在这个语言上的一个 一个道化和帮助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千万不要与别人开玩笑 好像我自己 我以前私工有教我 他说 无论我们对任何人 我们都要有一个真诚的心 不要开玩笑 因为开玩笑 就算你是很熟的朋友 你会开玩笑 有时大家都会误会 产生误会之后 就会发生很多问题 还有我们学法也是一样的 我们千万对三宝要敬重 对师傅们都要敬重 千万不要说我和这个师傅很熟 和他开玩笑 这件事是不对的 因为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 尤其是开玩笑的时候 可能会说出一些语言上的 会伤害到别人都不顶 因为不知道大家 当时的心情 和他本身背后有一些不开心的 你刚好说中了他 他就会产生一些令他产生烦恼的 也不太好 我们一般在学佛的人 我们互相之间都有一个称呼 譬如一般来说 大家都是一个佛教徒 互相称呼 多数是称呼师兄 那现在呢 已在我们中国的寺院里 一直以来传承 就是无论男或女 都是称呼师兄 这是一个礼貌 但是现在呢 在台湾佛教里面传过来 他们就分了男的 就叫师兄 女就叫师姐 但是我自己学佛那么久 以我接触以前的老法师 一直传来 我们全部都是叫师兄 不叫师姐 那这个也是一个称呼 我们是要认识一下 还有如果譬如你去到 有些人很有礼貌的 那些年纪大的居士 年长的 可能称呼他做老菩萨 一些比较小的小朋友 有些都会学佛皈依 那我们就称呼他做小菩萨 那如果在寺院里面 我们可以称呼一些 我们譬如不认识一些法师 那我们可以称呼他做法师 或者有些比较年长的 我们可以称呼他做老法师 或者是长老 或者是道师 或者是老和尚 好 法师之间和法师之间 他们不是计年龄的 他们不是计年龄的 我们出家人不计 就不是计年龄去称呼的 是计他受戒的 即他出家之后他受戒 是计算戒的 是计算戒的 分专碑的 即先称戒的 是先行先的 他不是计算年龄的 例如有些人 他十多岁就出家了 现在他可能是三十多岁 他十多岁出家到三十多岁 他也要跟前面那位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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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教里面有这样的分配 这一部分 我会解释给大家 现在说的是什么叫重林 重林就是佛教的寺院 这个寺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古代 它是掌管一些事务的关注 一个通清的 在以前来说 例如我们早期 我们中国的寺院 就有太常寺、大理寺、熊奴寺 这些都是属于寺 根据以前所说的 在汉明帝刘庄 他派遣的士臣去西域 去到印度那边 就请了一位叫做 瑟摩藤 这位法师 就创立了这个管社 当时称为我们中国洛阳的白马寺 这就是我们中国佛寺的开始 后来佛教的寺庙 就称为寺 在寺里面分开很多的院 有比丘尼住的 也就是说 女众的出家人住的寺院 多数不称为寺 叫做庵 那 崇林本来就是指禅宗的寺院 也叫做禅林 但是 后来的那些 教律 这些各种的 中派的寺院 就是仿照了这个禅林的制度 而称为了重林 在近代以来 重林 就被人当作为寺院的代名词 根据他那个规模的大小 和财产的属性 和住持的一个全成的方式 其实在这个八丈清规里面 有说有十方的重林 和子孙的重林 两种 规模比较大的 财产是属于增团共同所有的 主持是公请很多有威德 有名望的法师去担当的重林 我们称为十方的重林 子孙的重林就是 好像我们家族一代代传承 那种就叫做子孙的重林 譬如你的师公再收徒弟 徒弟再收徒孙 徒孙再收徒室 徒孙再收徒室 就等于太公 跟着阿爷 跟着爸爸 跟着你 跟着你的子女 这种就是子孙全成的 那种就叫做子孙的重林 在印度佛陀的时代的时候 最初的智院不是叫做智院 叫做征舍 在中印度 黄舍城就是竹林征舍 在社卫城就是奇缘征舍 这些大家可能在经典里面都会听到的 在佛教最早期的智院 由于当时的智舍 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山林的地方 很多树木的地方 所以又称为蓝药 蓝药就是蓝花的蓝 药就是药果的药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直静的地方 所以印度的智院 就是有一种亦叫做 增骑蓝魔 增骑的意思是众 就是大众的众 蓝魔就是圆 两个意思加起来就是 大众共住的圆林 所以增骑蓝魔就称为奇缘 在自古以来佛教的崇林 是十方珍重修行伴道的地方 崇林由于大野的熊龙 是屠治增格修学伴道的修炼的地方 所以古时亦都称为选佛墙 过去中国四大名山各大重林 各大宗派都有它的根本道场 这些道场它平日所居住的人 是非常之多的 是超过一百人以上 甚至有些是一千人以上 随着佛教的宏传 这个寺院道场是因应 各国的时空、地域、宏法的需求 是指现了不同的风貌 还有有丰富佛教的文化的内涵 寺院等于一个学校 它重视了社会大众的文化教育 所以寺院也是社区的精神文化的重镇 也是民族生活习惯 丰富凝聚的地方 是现代信众的中心 在这个崇林里面 就是典和堂 典就是安奉佛菩萨像给我们礼拜的地方 寺院是被增众里面说法修行所用的地方 所以在中国佛寺里面 最重要的屋语总称 在唐宋时代按照这个常规 这个寺院里面有七堂的剧衫 意思是有七种不同用途的建筑物 佛教各国的宗派里面 都有它不同的说法 一般里面有说山门 佛典 廣堂 方丈室 食堂 浴室 和东施 东施是一个名词 其实等于我们现在是洗手间 但是在禅宗的典堂配置 是有它的章法 是比较固定的 所以各宗的寺院 很多时候都会跟随着 这个禅宗的安排和布置 一般来说 这个典堂的名称 就是依照他安的本尊 即是安的哪个佛像 或者哪个菩萨像 是这样以定的 安置佛菩萨像 有这个大雄宝典 大雄宝典 简称就是大典 有这个疲劳典 若诗典 三性典 微纳典 观音典 韦陀典 或者是金刚典 騎蓝典 等等 如果是安置这些 关于围骨 或者是法宝的 就有这个 舍利典 藏经角 或者有些是藏经楼 如果安置祖师像的 有开山堂 祖师堂 影堂 罗汉堂 等等 如果是给我们 讲经集会 或者是修行的 用来这样的用途 就有这个 法堂 禅堂 学界堂 参堂 念佛堂 云水堂 或者是用来其他 日常生活 或者是接待而用的 有五官堂 五官堂 就是齋堂 客堂 方丈室 茶堂 茶堂 其实就是方丈室 里面的一些 接待信众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延寿堂 延寿堂 就是指我们养老 其实全部都是指出家种 养老的一个地方 给他们修行的 还有就是疗房 疗房 等于我们住的房间 首先我们要介绍 什么叫山门 山门有一个名称 这个叫山门典 这个叫山门 就是一间纸里面 就是 我们好像一个牌坊 这个叫山门 这些我给大家参考 不同的地方是山门 这个山门 这个是公文字影 这个是前面 我们进入山门的地方 但这个就是山门背后 写的文字 我给大家解释山门 山门里面 又称为山门 一二三一三 我们看看 中间这个门 旁边两个门 这就是三个门 这就是进入佛子的第一重的大门 寺院的大门 有很多 但是大多数都是三个门 一起并立在 中间这个大门 两旁是两个小门 我们大家都看到 你们看到 你们会不会看不到 看到吗 看不到他们要关灯 帮我关灯 那盏灯 会清楚点 那个powerpoint 后面的盏灯 清楚点吗 因为有个反光 有个反光 这样会好些 谢谢 这个就是中间一个门 旁边两个门 所以我们称为三门 这个三门就是三解脱门 这个三解脱门 就是指中间的叫做空门 右边的叫做无作门 左边的叫做无上门 这个空门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指中间的这个门 就是说所有的法都不离开 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 没有一个法能够究竟 真实这样 是永远都不变的 从物质方面来说 就是说我们的山河大地 从这个日月星球来说 都是由这个因缘和合 就有这个承住怀空 从我们生命来说 由于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的构成 我们的身体就有这个 生老病死 我们缘进了就会灭的了 至于在精神方面 我们人的起心动念 都有这个生住意灭 所以没有一样的物品 能够永恒常存在这个世间 所以叫做空 空门又叫做解脱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进入寺院之后 我们在寺院里是非常清静的 没有任何挂外的 所以就叫做解脱 第二个就是叫做无作门 无作门就是指我们右边的门 我们明白了 我们明白了这个 圣空这个道理 人我之间 我们相处都是处之太然 我们不做作这个生死的业 永远都能够脱离这个果部的苦 所以我们专心以这个佛法为我们的无目的 努力地去修行 所以说 无作者无受果部 我们不做作 我们就不需要受这个果部 我们就不需要受这个生死的轮回 所以我们自然能够得到这个解脱 那我们左边那个就叫做无相门 无相门就是指没有四相的存在 没有四相就是没有哪四相呢? 就是没有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我们知道四大五蕴都是空的 就是再没有我你相的分别 就能够证悟到这个裂盘直正 得到这个无相的自在 一般的大的松林 通常只是打开旁边的小门 很少是打开中间的大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前的寺院就是这样 为什么现在这幅图 大家会看到是打开中间的门呢? 因为现在很多寺院是被游客去 或者是学佛的人去参观 或者是游客去参观 所以他们唯有打开这个大门 但是在真正的自在规矩里面 中间的门就没有打开 只会打开右边和左边的两对门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以前就是说 我们中间的门打开 只有什么人可以走中间的门 在我们中国以前有皇帝 所以只有皇帝才可以走中间的门 其次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大和尚 即是说这间寺的方丈和尚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寺院 最高曾大德的大和尚 才可以走中间的门 还有一些高官 如果那些高官来到 他一定要打开中间的门 所以只打开中间的门 就是迎接这部分的人 平时一般的人 只要由旁边的门进入 然后就是说天王典 就是这个山门 除了这个山门再进入 一般我们就是 这个也是 这个山门 它是三个门都没有开的 它变成了旁边另外一点门 这个就叫做天王典 天王典 就是山门之后 再进入第一重的典 天王典的门口 向着门口 就是供奉魅立菩萨 魅立菩萨 大家都会看到 他很开心的 他很有笑容的 其实他是 表示了接引这个 接引这个学佛的人 或者接引其他来拜佛的人 它是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皆大欢喜 表示了佛教 是用这个爱 来接受众生的意思 我们进入了大门 绕过了这个魅立菩萨之后 魅立菩萨背后 就是有一尊韦陀菩萨 韦陀菩萨 就是拿着一个金刚的寒魔柱 他的面貌很有威严 左右两边 就有这个四大天王 这个四大天王 我们看到他很高大 很宏伟 其实这个四大天王 他就是维护道场 令道场能够得到安全 被人看到 就会生起一个很敬畏的心 所以就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用爱不能够摄受的时候 他就用一种威力的力量去摄伏我们 所以佛教里面有说 爱的摄受力的摄伏是一个方式 在这个四天王典 又叫做金刚典 第一就是魅立菩萨 我们看到的魅立菩萨 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形状出现 现在这间纸的魅立菩萨 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魅立菩萨 是另一个造像 这是在寺院里面 你会看到 当你有机会去 看到这个四天王 为什么会看到这枝魅立菩萨 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 肚子大大、满面笑容的 那你以为 不知道是什么 其实这是另一个造像的魅立菩萨 我下面会给大家认识一下 一般我们看到的 他的肚皮大大、满面笑容 这也是魅立菩萨的两个特征 在魅立菩萨的两旁 有一手对乱的感觉 他说 大肚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慈颜喜笑 笑世间可笑之人 魅立菩萨的大肚 是表示了什么呢? 就是包容了一切 他的喜笑 是他内心修养的套路 菩萨以慈悲的喜笑 令到我们能够回光返照 这个就是 另外这个就是 韦陀典 其实韦陀典 它在四天王典 有些后面就是 这个向着大典 这就是韦陀菩萨的 这就是魅立菩萨的另一个造像 这个是近镜的 这个是另一个造像 这是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个造像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认识的 这个是韦陀菩萨 韦陀菩萨 那是韦陀菩萨 也有他不同的造像 韦陀菩萨 这个你看他手上有一个宝柱 打横去放的 而这一枕 他的宝柱 就在他的左手 左肩膊上面的保持向上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在重林的寺院 多数有两种造像 但是我现在看到 中国的现在的寺院 它另外有第三种造像 但是原来我们前面看这两个造像 都有不同的 内面的一个解释给我们听 因为 韦陀菩萨 他是有一种特别的功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面 向着大雄宝殿 他是表示什么呢? 是表示了 护持我们的三宝 他每天忙碌地保护修行的人 他要令到佛法兴隆 法轮常转 所以韦陀菩萨有两种姿势 第一种就是 左手插着腰 右手动着金刚补柱 到这个地下 这个姿势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子丹 什么叫子丹呢? 什么叫子丹呢? 我们出家人 譬如我在第一间寺院 去到这间寺院 我要去住宿的 我就要去挂丹 我暂时住在这里 他这个表示 子丹的意思就是 他不接收任何人在这里住 无论是出家中 或者是在家的 学佛的人 他都不接受 所以他 我们去到这间寺院 去到四天王典的时候 我们看到韦陀菩萨是这样的造像的时候 就知道 我不可以去这间寺院挂丹 另外一个造像 就是 那个 韦陀菩萨的那支寺柱 是打横放的 打横放的姿势 就是说 他的样子很有笑容 很刺畅 他就表示 我们可以去挂丹 这个 就是给我们一个认识 在这个八丈禅师 立这个寺院的清规里面 就是有这样的说法 而现在我看到 另一种 就是第三种造像 就是他 他就是 那个寺柱 在这个博体上 其实现在来说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那 那个 子丹那个 就是 子那个 是子孙重林的地方 他不给人家挂丹 而是 给你挂丹那个 就是 十方重林的地方 就是被任何人挂丹 但是现在 中国的重林的寺院 都不一定 你看到这种说法 他们是 视乎他们的寺院里面 可不可以被你挂丹 这个只不过 我给大家认识 你不要说 你看到之后 你就觉得 哎呀 这里不能住 其实可能 现在的寺院 可能时代不同了 很多方面的事情 改变了 但是 因为 一般这些 中国重林的寺院 都不是现在新建的 是以前 可能是唐朝时代 或者是 徐朝时代 那时候是建立的 可能毁坏了之后 他们后期的人 会再重修的寺院 都会照以前的格式去做 这个 我只给大家一个认识 这个天王典里面 就有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又叫做四大金刚 分别在弥勒菩萨的两婆 他们是属于护法神 护持什么呢? 护持东南西北四大的暴洲 所以叫做四大天下 第一尊是东方的慈国天王 这个慈国的意思 就是慈悲为坏 保护我们族人 护持这个国家 所以就叫做慈国天王 这个慈国天王 他居住在衰眉山的白银朵 这个地方 他的身体是白色的 他是穿盔甲的 他的手拿着琵琶 他是主持音乐的 所以叫做音乐神 他是用音乐来摄受所有众生 去归于佛教 他是负责守护东圣神舟 他在二十株天里面 他是属于第四位的天王 这是不同的造像 这个造像是个面白色的 所以他说他的身体是白色的 另外这一尊 这是南方的增长天王 这个增长 意思是能够传令所有众生 增长我们的善根 能够护持这个佛法 所以增长天王 就住在衰眉山的琉璃朵 他身体是清晰的 他也是穿着这个盔甲 而他的手是拿着一支补剑 是来保护这个佛法 令到佛法不会受到侵犯 他是负责守护这个南禅部州 他是二十株天里面 第五位的天王 然后这是西方的港木天王 港木的意思是 能够以正天眼 随时观察这个世界 护持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民 所以叫港木天王 他住在衰眉山的水晶朵 他身体是红色的 他也是穿着这个盔甲 他是群龙的领袖 所以他的手 会拿着一条承索 或者有些是拿着一条赤龙 有两种不同的造像 他看到有人对付佛教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承索去捉这些人 令他们归依佛教 他是负责守护这个西牛河洲 他在二十株天里面 他是属于第六的天王 这个他是拿着一条龙 这个是北方的多汶天王 又叫做皮沙门 多汶的意思是 他有少少精通这个佛法 以这个福德名文是四方的 他就是住在这个黄金朵 他身体是绿色的 他也是穿着这个盔甲 他的右手就拿着这个补扇 有些就是这个 好像一把傘 这个也是 有些就拿着一个补扇 他的左手就是有这个神龙 就是有这个银鼠 就是这个就有了 这一幅托袖 他左手有一只老鼠在这里 那只叫做银鼠 是用来制服这些 扰乱佛法的魔众 所以他是护持人民的财富 所以又叫做 施财天 是古印度里面一种的财神 他是负责守护这个北驱勞州 他在二十诸天里面 是属于第三位的天王 一般人所认知的 就称它为封条雨顺 因为南方增长天王 他拿着把剑 是代表了封 那这个北方的持角天王 就拿着个琵琶 所以是代表条 这个北方的多汶天王 就拿着把傘 是代表雨 西方的港木天王 就是执着一条龙 或者一条承索 或者一条蛇 是代表了顺 所以组合来说 就成为了封条雨顺 但是在四大天王里面 以这个北方多汶天王 是比较优性的 因为它是有些精通了佛法 所以它是以这个福德出名的 那四大天王 其实它就是保护了我们的人民 使得世界封条雨顺 而且在寺院里面 是护持三宝 希望这个三宝能够长住在这个世间 那接着呢 就是说这个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 就是这个正典 我们也称为大典 大雄宝殿 其实就是清诞释迦牟利佛的威德高大 大雄就是表证了这个智仁勇 这三个字 智就是智利 智觉 自己觉悟 人就是利他觉他 勇就是有大无畏的精神 佛陀将自己的觉悟 到他成佛的道理去普渡众生 释迦牟利佛就是能人直灭 就是智觉觉他觉行圆满 是属于智仁勇的表现 在大典里面的释迦牟利佛像 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法式 第一种就是 因为每一个智院里面 都有不同的造作 是表了不同的意思 第一种就是 释迦牟利佛当然是结家呼座 他的左手就是打横放 放在左脚上 这个叫定印 就是表示了禅定的意思 他的右手就是向下垂的 这种叫足地印 表示了释迦牟利佛 在他成道之前的过去生里面 为了众生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就是只有大地才能够证明 所以就有这种印 这个图片我查不到给大家 因为那些图片太小 大家看不明白 所以我就没有这个图片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 这部分造像的姿势 我们叫做成道上 第一种叫成道上 第二种叫做 亦是释迦牟利佛的家呼座 他那个左手也在左脚上 右手就向上屈 即是成为一个环形 他的右手是这样 右手是这样 左手就是左手心向天 在左脚上 是这样的姿势 就是表示了说法印 这种叫做说法的上 表示了佛陀说法的姿势 另一种就是佛陀站在这里 他的左手是向下的 右手的手臂是向上伸的 就是这样一上一下 这个就叫做尖坛的佛像 传说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在印度的丘田王 用这个尖坛木 按照佛的面貌 身形 所以做出尖坛的佛像 他的手垂下 就是叫做余缘印 表示了他能够满众生的缘 另外他的右手向上伸 就叫做施无为人 就是表示了能够随众生的苦 好 这个就是世间贸力佛有三种的法式 这个大雄宝殿 其实我们进入了大雄宝殿 佛像有不同的坐法 我们现在就从佛的坐位去 不是从我们人 不是从我们看佛像的左右 是从佛坐 以佛为中心 分个左右 我告诉大家 大雄宝殿 一般有些殿就是三身佛 三身佛 中间的就是毗罗遮罗佛 就是佛身佛 佛身佛意思是片一翠处 就是表示佛教的真理就是佛身 以佛的左边来看 那个叫做劳赛罗佛 劳赛罗佛就是报身佛 叫做光明片召 就是表示正德佛教的真理 而自受法乐的胃 而得到佛身 右边的就是释迦茅里佛 就是应身佛 应身佛就是能人植物 就是表示了随缘住世 就是教化各种不同众生佛的身上 就是发身、报身和应身 所以叫做三身佛 另外有些大雄宝殿 他不是供奉三身佛 他供奉三方佛 又叫做三方三性 三方佛就是东方、西方和梳佛世界 我们是以佛为主 中间是释迦茅里佛 就是指我们梳佛世界的教主 我们看的佛像 大家会看到三尊佛像的面貌都是一样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但我们看他的手 我们手有不同的 释迦茅里佛 这尊佛是叠掌的 有些释迦茅里佛 它是拿着一粒宝珠的 有些是托了一个拔 表示了这个甘露的意思 另外,左边的尊是药师佛 药师佛是东方正流离世界的教主 他的手托了一个药师塔 右边的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他的左手没有分为左右手 他叠掌有一个金台 有些造像的左手是金台 右手垂下表示接引众生 那种造像多数在西方三圣的造像 但一般大洪宝典都是碟掌的 可能这幅图就不太清楚了 这个就是花盐三圣 花盐三圣中间的尊是毗劳遮罗佛 就是法身佛 左边就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坐着一只狮子 代表了大智慧 他一开声就能够说服所有的众生 能够断一切的烦恼 右边就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是一只大象的 是代表了有大的力量 是脚踏实地的意思 这种就是另一种造像 也是花盐三圣 这种毗劳遮罗佛 它是结一个手印的 这是一佛二弟子 中间的尊是释迦牟尼佛 而左边就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里的 古行第一的加涉尊者 而右边就是阿难尊者 是多汶第一的 这个就是东方三圣 东方三圣就是中间的药师佛 它是执了一个药器 有些造像是执持一个药器 有些就是一个宝塔 好似我们之前的大典 在它的左边就是日光片召菩萨 日光片召菩萨 它左手有一个日轮 我们看一下日轮 另外右手有一个叫万珠赤花 左边的就是月光菩萨 月光菩萨也是拿着一个月轮 这个就是娑婆三圣 娑婆三圣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它是叠掌 左边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手握着一个金露瓶 右边是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的右手握着一枝食杖 左手握着一枝鱼耳的宝珠 这个也是桑婆三圣 这个就是西方三圣 西方三圣就是我们中间就是阿弥陀佛 他的右手就放下来 表示了接引众生 错了 他的右手握着 他的左手握着金台 右边的是大世智菩萨 大世智菩萨就是握着一枝鱼耳 这个就是五方佛 五方佛分有中间的中方、东方、南方、西方和北方 中方就是大日如来 是象征了什么呢? 五字之中的法界体性字 东方就是阿初如来 是表这个角性 是象征了五字里面的大圆镜字 南方就是保生圆来 是表示这个福德 就是象征了五字之中的平等性字 西方就是弥陀如来 是表示这个智慧 象征了五字之中的妙观察字 而北方就是北空成就如来 是表这个事业的 就是象征了五字之中的成所作字 这个也是五方佛 五方佛也有他的手 有不同的摆放 这幅可能太大了 超过了POWER POCK 这个就是海岛观音 如果你是大典 你发觉前面是三身佛 或者是三性佛 后面呢 大典的佛菩萨像 后面呢 就是有这个 海岛观音 另外大典的两旁呢 就会供奉了十八罗汉 那么在供奉这个海岛观音 我们看着这个观音菩萨 他的脚是搭着一条奥鱼 搭在他的头上 为什么观音菩萨 会在这个海里面 脚搭着这条奥鱼呢 因为这条奥鱼 在这个海里面 经常都轻风作浪 令到这个海水不断地在那里翻腾 令到这个 很多的船都会沉没 所以菩萨呢 就是显示他的神通的力量 去表示了这个 封条与顺 令到国泰文安 静止了这条奥鱼 所以寺院里面的大典 就会有这个海岛观音 这条奥鱼 这个是十八罗汉 有些是用墙壁画的画 有些是做一尊木的挑像 十八罗汉每边有九尊 然后除了这些典里面 有些安这些佛像之后 这个是玉佛典 玉佛典 我们看到中间有一尊玉佛 就是供奉玉佛的 这个疲劳典 疲劳典 有些是特别是供奉 这个疲劳之乐佛的 这个是约丝典 约丝典是供奉约丝佛的 有时约丝典也会供奉东方三盛 似乎每间寺院的摆设有不同 大愿宝殿 我们知不知道地藏王菩萨 就是法大愿 所谓的大愿地藏王菩萨 就是供奉地藏王菩萨 因为地藏王菩萨 有两句说话 他说 安忍不动犹如大地 淨累生物犹如地藏 地藏王菩萨 右手握着石像 表示爱护众生 亦表示了严持戒律 左手握着鱼耳宝珠 表示满众生的愿 有不同的造像 有些大愿 有些地藏典里面 只是供奉地藏王菩萨 一尊地藏王菩萨的像 但是有些地藏典 除了地藏王菩萨的中间 就像这幅图那样 另一边 地藏王菩萨的左手边 有一位叫道明和尚 地藏王菩萨的右手边 有一位叫敏公 为什么会有这种造像 如果我们去九华山 九华山就是佛教四大名山的 其中一个山 不同的山代表了很多不同的菩萨 九华山就是地藏王菩萨 那地藏王菩萨 为什么会在九华山里面的 地藏菩萨的典里面 另外有两位 一位出家 一位在家的老人家 就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记载里面 就是说 地藏王菩萨 他以前是朝鲜国的一位王子 他出家之后来到我们中国 去到九华山里修行 当时他修行 就是在山洞的地方修行 但是九华山这个地方 全部的地就是敏公 就是这个老人家 当时地藏王菩萨 就跟敏公说 他和他剋求一件 袈裟这么大的地方修行 当时敏公觉得 一个出家人的那件衣 那件衣有多大 摊开来也不是很大位置 他就答应了地藏王菩萨 那时地藏王菩萨 我们记载叫做金桥角 那地藏王菩萨 他把一件衣衣一打开来 整个九个山头全部覆盖了 全部覆盖了 这个敏公因为他当时是答应了 他要守信用 他就给了地藏王菩萨 而旁边那位是这位敏公的儿子 他就跟随地藏王菩萨出家 所以他叫做动名和尚 所以九华山的地藏典 或者他们就会有这种造像 但有些他就不是的 他只是一尊地藏王菩萨 另一个就是玄通典 玄通典也是安观音菩萨的像 有些他就不写玄通典 而是写大碑堡典 其实就是供奉观世音菩萨 另外就是弥勒典 弥勒典 有些他除了四天王典之外 他还有弥勒典的 就是供奉弥勒菩萨的 这个就是不同的弥勒菩萨造像 大四天王典或者弥勒典 他们都会因应他们的智院 而供奉弥勒菩萨造像 这个是剧男典 剧男典就是剧男菩萨的 这个是祖师典 祖师典就是供奉祖师 就是我们过了身的高僧大德祖师 所以叫祖师典 祖师典有些也叫祖堂 祖堂也是高僧大德的 他们供奉在这里 五百罗汉堂就是指 供奉五百罗汉堂 这些很多罗汉堂 有五百尊 所以叫五百罗汉堂 五官堂 五官堂 我们也叫做齋堂 即是我们吃饭的地方 这个是每个字典都一定是有的 但是呢 字典的分布 齋堂的两边有大尿 一边是右边是大尿 另外左边是库房 什么是大尿呢? 大尿就是厨房 香积厨房 香积厨房 厨房 煮重的地方 而库房 就是储存物品的地方 所以齋堂叫五官堂 每个字典的格式都有不同 这个是整座 下面都是齋堂 接着就是客堂 客堂就是接待客人的地方 是处理很多内务的事件 譬如我去这家寺院挂单 就是想在这里住 那我们一定要去客堂 首先去客堂登记 或者是有些人想在这家寺院做一些佛事 例如做一些延生或者往生的佛事 都要必须去客堂登记才可以做的 所以客堂里面 就是很多不同的知客师傅 这个都是客堂 这个就是念佛堂 念佛堂就是专门被人在那里念佛 修辞的地方 禅堂是指我们在那里打坐的地方 所以这是参禅的禅堂 港堂呢 港堂呢 港堂是被法师在那里讲经说法的地方 法堂呢 法堂呢 法堂是被他全界 出家人受界用的地方 这个法堂呢 这个格式 我们看了很日本式 其实日本的法教是由我们唐朝传入的 专门和尚呢 东道呢 去日本呢 其实日本很多的寺院的模式 建筑呢 都是我们唐朝的建筑物 这个呢 就是涅槃堂 涅槃堂呢 就叫做如意堂 就是说有些老法师 原籍往生的地方 原籍就是我们法教的文字 等于我们现代的就是说 有些年长的法师 他快要死了的时候呢 就在这里念佛 在这里修行 所以这些叫做涅槃堂 燃秀堂 燃秀堂呢 就是一些出家众 在这里修行 就是年纪大了 在这里专心去修行 所以这个呢 就叫做燃秀堂 又叫做养老堂 这叫做养水堂 养水堂呢 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僧人在寺院里住 他各人都有安排他们住的地方 就是我们现代说的是房间 佛教里面说的尿房 但是这个养水堂呢 的意思就是 都是给僧人住的 不是给在家人住的 是一些什么人住呢 就是说 我来这里挂单 一个月或者是几天的 他就特别安排在这个叫做 云水堂里住 云水堂呢 以前的格式呢 就是他们叫通铺 就是等于日本式的 塔塔米那些 整片一人一格的位置 给你在这里挂单住的 就不是说一人一间房 那这个呢 就叫做床经角 厂经角呢 就是给我们供奉经书 法宝的地方 这个是方丈室 方丈室呢 就是指每一间寺里面 一个主持所住的地方 所以就叫方丈室 但在方丈室里面呢 包括了一些附属的私设 就是有他的睡房 有一个叫做茶堂 有一个叫做伊伯寮 茶堂呢 就是一个地方 给方丈和尚 接待一些出家中又有 在家人又有的 接待他们的地方 所以那个呢 就叫做茶堂 伊伯寮呢 就是说大和尚要传法 很多事务 人事调道等等 一个地方 他有一个名称 给他们去负责的 那这个呢 就是负责伊伯寮 尚房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宿舍 还有一个呢 就是库房 这些不同的尚房 这个就是库房 库房呢 他有一个负责人的 他就是 储备了所有寺院里面 一切生活所需 所有工艺的物 必需的物品 令到全子的大众呢 都能够 在这里修行 他处置一些粮食 或者是一些 一些 衣服 的物品 一些导粮 给大众 所以呢 就是这个库房所具备的 那有些寺院呢 他有具备一个医疗室的 医疗室就是说 有些僧人有病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去 有个地方 给他们医病的 里面有些药物的 那其实 寺院的格局 出家人很多东西 都有他的规定 不是说我喜欢拿什么 就拿什么 每一个地方都有 每一个地方 一个负责人的 就算在大典里面 都有他们负责的 珍重 打理大典的 香灯 各方面的东西 那 所以这个呢 都是安排得很明細 寺院里面 那 那 那 我们现在呢 就介绍给大家 典和唐的差别 其实 典和唐的不同 就是说 典呢 就是佛宝所供奉的地方 唐呢 就是僧人 住 和用的地方 那 这个 例如 诺汉堂 祖师堂 和纪念堂 这些都是唐 真众修行里面 在修行所用的 就是有这个禅堂 念佛堂 在这个 办事用的地方 就是客堂 或者齋堂等等 这些叫做堂 这些都是 增保所处住的地方 来的 堂呢 就不及这个典 那么神圣 因为呢 典是安奉佛菩萨的障 还有呢 我们这个藏经国呢 就是 祭我们的法宝 所以是属于法宝的地方 所以在一间寺院里面 我们有说 三宝都具足 就是佛 法 真三宝都具足 那 今晚呢 暂时讲到这儿为止 9钟